這邊看到的是一個氣壓的系統 這個是一個電子閥 這是除氣瓶 它下方接了一個氣壓的感測晶片 BMP-085 或者是BMP-180的這個氣壓感測晶片 那它前面接了一個逆子閥 這是逆子閥 這個就是馬達泵 馬達的這個氣壓泵 它靠這個電池供電給這個氣壓泵 這則是MCU的板子 回控制器板 這是relay 我這邊設計成是一個低電位 低電位觸發的relay 低電位觸發 這個就是跳線 那 是這個副程式 是一台初始值的副程式 我一開始 把這CHE打開 拼發的位置打開 然後呢 CHE在低電頻的時候 它觸發會停留個10秒鐘 然後再 切換到高電頻就會關了 就會關閉 然後停個1秒鐘 如果呢 這個 先接錯呢 就會跳無無能力 然後它會是一個這個 無權回圈 那下面這個POLING的這個副程式 這個LOOP 你看到第一個就是 首先是這個氣壓 我去讀一個寫出一個氣壓 print出氣壓 然後print出氣壓值 和它的氣壓大小 那這邊則是一個 EVE EVE的程式 如果氣壓值大於這個值 它 這個 relay 就會 觸發 停個9秒鐘 然後 再把它 換到高電頻 關閉 再整理去 也 看 我們 在這裏 我們